处理交通事故时所使用的测距轮容易耗损 市议员佟彦珍特别捐赠市警局交通大队 38具新型的测距轮 新型的测距轮不但是手把加长可以伸缩 轮子还有脚架可以靠放 最重要的是测距的数字放大 方便观看和读取 增加远景处理交通事故的时效 车祸发生时远景都会拿着测距轮 测量双方车辆距离进行标绘和搜证 但是旧型的测距轮数字显示规格比较小 有业者就将数字显示规格放大 方便远景观看 这个数字加弹 除了数字放大之外 新型的测距轮不但手把加长可以伸缩 轮子还有脚架可以靠放非常方便 当然比过去的测距轮有非常多的优点 比如说它的轮子变大了 它的数字的呈现也更显眼 然后也有价值可以靠放 因为过去都这些缺点都被克服了 由于测距轮使用频繁容易耗损 市议员同验证特别捐赠市警局交通大队 38具新型的测距轮 远景操作使用会更加精准 也让民众更信任远景执法 当然也希望透过这些工具的运用 更好的工具的运用 能够让我们交通事故的测量有更精准度 而且在时效上也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交通大队长表示新型的测距轮将分配给外勤交通分队和小队使用 可以鼓励警察维护地方交通安全的用心和辛劳 也对市民行的安全及提振远景试剂有莫大帮助 港督新闻李正道 赖昌邦 采访报道